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船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就会出手跃硬 必须指出对于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 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姑息路头就到 2月26日美约翰讯号导弹区主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肩警戒 东部战区对此事回应称美时时此次挑衅行径 企图通过做一些姿态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这既是虚伪的也是徒劳的 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华教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示 如果美方想要借此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的话 我们要告诉美方 这只会加速台独势力的负面 美方也将为其冒险行径付出沉重代价 汪文斌最后表示 如果美方试图以此向中方恫吓施压的话 中方要证告美方 在14亿中国人民组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所谓军力威慑不过是一堆废铁